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先來講算數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的意思就是全部這些數值 假設有10個 它的總和 我們在做計算的時候 算總和是最簡單的 這個總和的平均就叫算數平均數 譬如說我們有10個 那我們用編號來講 這是編號1 編號2 一共我有10個 那這10個的資料 在右邊 每個都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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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把它做加總 那在一個share裡面做加總很容易 你看 這邊等於sum v2 到v11 那 這個是從這邊 按自動加總的加總 按自動加總 它自動會選 這些數字 你看它第一個不選 第一個因為它不是數字 不是數字 數字就是 數字 不是數字的話 它 它 它就不會選 xl 它 它還算聰明 那你看就v2 到v11 那你假設你想改變 的話 你就直接用這邊點下去 你看它 這邊點下去 它就v7到v11了 好 這邊點下去 所以用點的話 它這邊會改變 自動改變 你看 所以就是xl 操作環變的地方 好 那我們重新點 點對的 好 這是對的範圍 好 你看v2 怎麼算v2 v2 v11 v2到v11 好 就按enter 那你看 就51 那51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有幾個 有10個 有10個的話 有10個 我們可以用平均的就好了 這個的平均 剛剛那是sum 啊 這是平均 好 這是平均 好 這是平均 那我們 要看看有幾個數 如果你沒有編號 沒有編號哦 我們還可以下 下一個指令 我們還可以下一個指令 好 要看看有幾個啦 這邊有一個指令叫cout 的個數 計數 你看 計數 你按計數的話 它會等於 等於 它會 它會自動 一個等於 再加一個 函數的符號 叫cout 那你看 這邊v2到v11 再v2到v11哦 v2 你看它這邊寫v2到v13 好 那我們重新選 v2到v11 你看 按enter 你看 看它有幾個 10個 你看就有10個 所以 這個 你也可以用 算數平均數 用average以外 你也可以等於 這個 除以這個 51 除以10 x5.1 好 你看 那這樣就是算數平均數 是最 一般我們求 在求平均的話 最基本的 就是算數平均數 好 那什麼叫幾何平均數 好 再來我們要講幾何平均數 幾何平均數 這個數就是這些數的相乘 就是這些數的相乘 那你看這些數相乘 那你看這些數相乘 這一項 這一項是等於 這幾個相乘 好 那這幾個相乘 好 幾個平均數 那我們一個sale怎麼算 就等於 v2 一直乘到v11 好 你看v2乘到v11 當然這個可以寫程式 那程式我們叫vva 好 你也可以用程式的vva來寫 那這樣子算出來 就是 這麼大 那一共有10個 那一共有10個 好 有10個的話 那怎麼算 這個 這個數 根號10 根號10就是 這個就是幾次方 根號10就是 根號 這個10 要分成分母 變10的倒數 也就是 1除以10 10的倒數 好 那為什麼一定要 用這樣比較好呢 萬一7個呢 就7分之1 8個就8分之1 9個就9分之1 所以你直接寫小數 不好 寫著寫 因為7分之1 不能整除嘛 7分之1不能整除 所以 所以你直接寫小數不好 所以寫 括號1除以 看幾個 這樣是最好 這樣是最好 那你看算出來4.1 所以它的幾何平均數算出來4.1 算數平均數算出來是5.1 有些人在做平均的話 他也不會用幾何平均數 好 這是成績 這是10個的成績 我們改一下 這叫成績 這是成績 好 這是成績 OK 好 成績 這幾 這幾個成績 再開根 好 這就是 幾何平均 好 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再來講加全平均 剛剛這10個資料 它的權重有可能不一樣 例如我們給它這些權重不一樣的權重 這邊2也可以改成3 4 就要看 題目所給的 好 那這邊的資料有這些 這權重有這些 那 權重平均 權重平均 要怎麼做呢 資料 成 資料的值 乘以權重 乘以權重 所以就是 x 乘以w 那也就是 等於 這等於 就寫等於 這一項 再按一個乘 這一項 好 那這樣就算出來了 那這樣算出來 也要 複製的時候就是用拉的 好 用拉的 好 用拉的 拉的話 剛剛拉太過頭了 重新拉 拉的話就拉到這邊就好了 因為後面是加重 好 那 那拉的話 你看它 它就會 跟著複製 剛剛是V2C2 現在是 V3C3 你看我們把它點到這邊來 就是這兩個 你看 點到這個格子裡面 它就會 顯示儲存格的 編號 好 那這樣子 全部 加總 那全部加總完了以後 好 除以權重的 子 權重的子 一般來講的話 都是111 所以10個的話 權重的w的子是14 好 那現在 不一樣的話 10個的話 它的權重的加總是14 那其實 那加權平均的話就是 LXW的子 再除以權重的總和 好 權重的總和 那就等於 這個 所以是這個 除以這個 好 所以 我們全 加權平均 要先算出 XXXW的 綜合 好 再除以 權重的總和 好 那 實際上 好 我們來看 我們 台灣的加權股 加權指數 我們台灣也叫加權指數 那台灣加權指數 它的算法 就是 股價乘以資本額 來算的 好 用股價乘以資本額 好 那你看 好 譬如說台積電 假設 考股價是600 那資本額假設3000 那XW就這樣子 好 隨便 一檔股票 40 那資本額假設2500 就這樣子 好 那在我們再另外一檔股票 假設紅海好了 就120 然後它資本1000 那你看 好 你看台積電的 XXW 是最大 所以它佔台股的比重最大 因為這邊 我們到最後 全部的股票 要做加重 然後 XXW 也要做加重 那到最後 就等於XXW 乘以W 除以W 那當然前面還會 還會乘以某些 那個 股票的那個 因子 那個 就 我們 我們就不講了 基本上 它的算法 就是類似這種加權平均 所以我們台灣的 股 股價指數 我們叫做加權指數 就是這個道理 好 OK 好 我們先講到這邊 接著我們來講中位數 中位數 顧名似乎 就是在中間的位置 那在中間的位置 如果我們先講G G數 G數的話 中間位置 剛好有中間位置 剛好中間位置是唯一的一個 你看喔 譬如說 因為我們中間有一個 那中間有一個 所以要擴掉一個 那G數 擴掉一個 就變成偶數了 那偶數分成兩半 好 剛好 剛好 剛好可以整出 那偶數呢 如果擴掉一個 我數就變G數了 那這樣子的話 好 它就上下 那個 個數不一樣 好 所以 好 G數跟偶數的中位數不一樣 好 那G數的話 就是 總數 除以2 就2分之N 假設有 好 假設有11個的話 那就是2分之N加1 不是N 是2分之N加1 好 那就2分之N加1 剛好可以整出 所以是N加1除以2 是N加1除以2 好 譬如說 來 譬如說我們這邊有11個 11加1除以2 就變成6 就變成6 好 所以就變成6 11除以 有11個 好 我們假設把這邊 好 框起來 框起來 這邊框起來 好 這邊有框起來 對不對 用這樣框起來 好 再框起來 好 這樣框起來 比較好講 框起來比較好講 好 好 那這邊是加總 好 這樣框起來 好 那你看 這樣是不是很清楚 那 這邊 奇數 譬如說這邊 它這邊是要排序排好 先排好 這邊排序排好 那2分之11加1 等於6 那第六個的 第六個排序第六個的值 就是60 那當然 這邊假設是65 那它就是65 好 等於65它就是65 所以 那這個不要了 這個不要了 好 這個不要了 它就是65 OK 好 就這樣子 好 這邊68它就是68 你看 你這邊寫等於這個數 好 那這樣子它就跟著變 那 那我們來講偶數 好 偶數的話 偶數的話 剛剛講的 你剪掉 那個扣掉中間這一個的話 那變成奇數 那上下的格數就不一樣 所以 我們偶數的中微數是 2分之N跟2分之N加 你看這邊2分之N加1 然後這邊 2分之N 2分之N加2 你看到N加2 N加1 這邊 好 那兩個剛好可以整出 譬如說 好我們有10個 1 2 3 4 6 7 8 9 10 有10個 所以 我們這邊 這邊先取消 不對 這邊先取消 取消怎麼取消 選取對不對 那5框線 選取5框線 然後在這邊 再有框線 框起來 好 我們順便講一下XL的功能 好 那你看 有10個 那2分之 2分之10就是5 那2分之10加2 2分12就6 所以就5 6 這兩項 那5 6這兩項的話 是52跟60 所以它中微式就是52跟60 的平均 好 中微式就52跟60 這兩項的平均就是56 它平均就是 那這邊一個而已 所以就是68 好 這就是中微數 好 其實蠻簡單的 中微數蠻簡單的 好 先介紹到這邊 接著我們講中數 中數 這個中就是多的意思 也就是說 它的某數值 是多的 是比較多的 譬如說 好 我們 假設有這些資料 1 2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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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 有1到10的值 那這一 這些數字的值是1到10 那1到10 我們看個數 1有1個 2有2個 3沒有 4有1個 5有3個 好 5有3個 那你看5是最多 好 那剩下的890就是各1個 好 5最多 你看5最多 那我們的重數 重數就是5 重數不是3 重數是5 那有時候 譬如說 我們這邊假設 2又多一個好了 2又多一個的話 那2 它也變3個 2也變3個 4就變0 這時候 重數就有 5跟2 2也是重數 所以重數並不是唯一的 重數並不是唯一的 重數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我們這邊都是只講概念而已 都只講概念 接著我們講 四分位數 好 假設 我們有這些資料 一共這邊看起來18個 這18個裡面 我們假設薪資好了 薪資 這18個人 這18個人 這18個人的薪資 有20 21 到63 好 那我們現在講 四分位數 四分位數 的意思 就是 全部把它分成四等分 全部分成四等分 然後 那你看有 1 2 3 4 是不是有四等分 有四等分 那第一等分怎麼分 好 假設我們全部個數是N 目前的N只等於18 好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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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18 那 我們第一個 第一個四分位數 就是第一等分 它的 點是在四分之下 加0.5 好 四分之下 加0.5 好 那加0.5的話 就會把 簡單講 就四十五柱 就是把 後面 如果是有小數的話 小數就要去掉了 那這邊加0.5 就是四十五柱 那第二個 是四分之下 第三個 是四分之下 那後面 都有加0.5 那最主要就是要四十五柱 好 這是規定 這是規定 這是 第一四分位數 跟到第三四分位數的定義 那你看 那 這邊的話 N等於18的話 18除以4 就是4.5 加0.5 就5 那這邊 18乘以2 除以4 就是9 9.5 0.5 去掉 好 那這邊的話 當然也是 你看第一個是加5 所以這邊 你再算的話 就9加5 等於14就好 那你也可以用等號 等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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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9的話 對應 36 14的話 就對應 51 所以你看 所以 低於28的 包括28 它就是代表 你是在前面 心值 比較少的 那一個段 這裡 51k 那你如果說 有51k 以上的 比如說到54k 這邊 這邊就是代表說 你的心值是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這樣算 這個分割點 我們這幾個 我們叫做分割點 好 這個 這個值 我們叫分割點 它有專有名詞 分割點 那如果說 用家庭連鎖的 也可以用這樣子 事務位數 來看看 你是 是 占 台灣整個 是 減25% 或者 百分25 或者中間 用這個 也可以算出來 好 我們 事務位數 就講到這邊 好 那 事務位數 講完了以後 我們來講一個 全距 全距的話 就是 最大減掉最小 也是 MAC減掉MI 最大減掉最小 那最大的話就是多少 最大就是63 20 最小的話 所以就是63 減20 63減20 就等於43 那當然後面這叫K 這叫全距 那這 講到目前這邊 都是統計的 最基本 最基本的 專有名詞 OK 那 再來 我們要講的 叫做變異數 跟標準差 這是統計 比較 重要的 的 那個計算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變異數跟標準差 接著我們來講 變異數跟標準差 那變異數就是 各個樣本的值 跟它的平均數的 差的平方 好 變異數的公式就這樣子 那 我們 mu 代表平均值 那 si 這邊 si 這是i的值 好 si 代表 s的 數值 那 si-mu的平方 除以n 好 那這個含義就是 各個樣本值 跟它的平均值 mu 樣本值 就是si 平均值 就是mu 它的 相減的差 這個 差的平方 好 這個差的平方 然後把它做加總 再除以個數 好 這就是變異數 好 那變異數 我們在統計 我們 符號是叫r 好 這個是代表平方 那r的平方 就等於這樣子 那簡單講 那r就是 r的話 就是 它開更好 因為這是平方 r平方這樣子 那r的值 就是 這個變異數 開更好 那你看一次 我們假設 我們假設 你看這很好 很容易算 用xl 假設我們有 這樣的數字 有這樣的數字 這樣的數字 那你看它的 它的平均值 mu mu的話 就是 平均 average 這幾個 那這個 這就算數平均了 對不對 我們 之前有提過 這個算數平均 那mu就等於5 好 那我們這邊的mu 就是5 就是等於這個5 那再來 再來 再來我們 我們不是要算si 減平的平方 那si 就代表 s 這是se到s 那s 那s 1-se 好 那我們先看這一個 這個數-5 1-5 1-5 你看到 這c2 減掉 c12 就是c12 c12是mu 你也可以減d 好 那因為你等一下下面 要複製 所以我們c12的12 要用淺的符號把它固定 你不固定的話 等一下它會亂跳 等一下 譬如說現在是 第二 現在是第二 現在這邊是2 那你減c12 你沒有固定的話 這邊到3的話它就減c13 那你把它固定 它就固定減c12 那你看 減 固定減c12 你看 c2減 c12的平方 那我們就複製 複製一個給你看 複製完了以後 你看 c2就會變c3 那你看 因為 因為1沒有變 1沒有變 所以c不會變 這個1都是1 所以c不會變 但是2變到3 所以這邊的12 如果你沒有把它固定 它會變13 譬如說我把這個拿掉 把這個拿掉 這個還是一樣不會變 但是這邊會變成c13 你看一次 變c13 那 所以這個c12 要固定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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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要加淺的符號 這就固定的意思 這個c12要固定起來 這樣底下copy 它就不會跑掉 你看c3 這copy c4 那就不會跑掉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這是公式 直接拉下來 拉到這邊來 好 那這個就是 Si減掉μ的平方 這個 代表指數平方的意思 這個叫指數 好 那幾平方 兩平方而已 幾次方 就二次方就平方 好 那這樣子 這幾個 你看我們這公司是要加總 所以這幾個公司要加總 那加總就這樣子 好 那加總完了以後 要除以n 除以n 加總完了要除以n 除以n 加總完了要除以個數 個數有10個 所以86 所以這邊的值等於 等於86除以10 那我們看這邊 好 我們把這邊先除 除在這邊 好 Roping呢 就等於8.6 就等於8.6 這個還要再除以n 好 這邊沒有除以n 到這邊的除以n 那8.6 好 所以這個值就是等於這個值 這個叫做變異數 叫Valius 那這個變異數算完了以後 標準差 標準差 好 那標準差這個就開根號 那開根號就是等於這個數 的2分之1 這個是次方 2分之1次方 就0.5 就0.5 那整個2.93 這叫標準差 好 我們這個 這個比專有名字叫變異數 剛學統計的同學 這個要記起來 這個叫變異數 這個叫變異數 這個叫標準差 好 OK好 這叫標準差 然後 然後 好 這標準差 然後再來 你看這個 這個 8.6 8.6 這個是2.93 好 那你看這個平均值是5 平均5 平均值是5 然後 標準差是2.93 簡單講 你這邊 這些 這些 數字 這些數值 這些數值 跟 跟那個平均值的 的差 它的平均大概就2.93 好 那這樣子 你看5跟2.93 那我們有一個頻段 我們有一個頻段 這些數列 這些數列 那個差異程度有沒有很大 就是 就是 就用叫做 就叫做 變異係數 這叫變異係數 我們用這個變異係數 好 好 就 這個Cm叫係數 這變異 那變異係數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 除以 乎 乎 那這樣算出來 變異係數是多少 乎是2.93 標準差是2.93 除以5 5是平均 那這樣 變異係數算出來是 0.586 好 所以標準 所以這個它的變異係數 就是0.586 好 那這個值 越小 代表 它這邊的分佈 差異程度 越小 簡單講 就 因為我們要跟平均相比 那這個是標 這個是跟平均的差 那平均的差 除以平均 我們叫做變異係數 你看 你看 這個 這1到10 1到10 它的分佈 你看還是有點差很大 那我們就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 我們就舉這10個 這10個的話 都2跟3而已 你看 那平均就2.5 那平均2.5 這邊就2.5 這個是用 其實 這邊怎麼算的 就是這邊全部copy 把這邊改掉 把這邊改掉 它整個就算出來了 好 所以你看 我們把這邊隨便改 譬如這邊是x3 它就跟著改 改4 它就跟著改 對不對 所以把這邊複製 這邊數字 的值 變動 它就跟著改 它就跟著改 好 那這樣子的話 譬如說這邊的話 μ是2.5 那你看這邊算 μ的平均算出來 是2.5 2.5 除以10 就0.25 你看這邊是0.25 就跟這個值 你看是差不多的 因為它差異很小 所以你看這個 跟這個很接近 好 那0.25 再開更號 變0.5 你看0.25開更號 變0.5 開更號變0.5 好 那你看這個變異係數多少 是0.5 0.5 除以 μ是2.5 你看 那個 平均是2.5 它變異 它的標準差才0.5 你看 平均是5 它標準差是2.93 這個看起來 這個是差異比較大 你看這個差異就比較小 那算出來是0.2 算出來0.2 那你看 所以你看 這邊的差異程度比較小 這邊的差異程度比較大 所以我們由這個 由這個變異係數 我們可以了解 這些數值 它的樣本 這些 這些數值的樣本 它分佈 有沒有差異比較大 我們可以 用 由這個變異係數 來 來可以 察覺到 好 那這個 這個怎麼算 基本上 這是基本的 所以同學要 要回 這個的含義 公式的含義 要懂 公式的含義要懂 這個SI 就代表 從第一個 假設這是NO NO 就代表它的序號 從第一個 到 第十個 由第一個到第十個 它的樣本的數值 是這樣子 那這些數值 就是SI 那它有平均 平均可以算出來 那減掉 SI減掉 μ的平方 就很簡單 就這個 減這個 那如果說 我們一般叫計算 也可以 把μ直接拉 μ就是5 μ就是5 那你會 為什麼拉出來 它會變這樣子 因為 你拉的話 你沒有把它固定 你沒有把它固定 C12沒有固定 所以我們這邊C12要固定 你這樣才可以搭 C12把它固定 如果 如果你真的要固定 它你搭的話 它就都是5 那都是5的話 你要算的話 就是左邊減右邊左 每次左邊減右邊 這樣也可以算出來 每次左邊減右邊 這樣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算的時候 你看左邊減右邊 然後平方 平方完了以後 做加總 再除以個數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除以個數再來開根號 開根號就是這個 開根號就是這個 好 那這個 因為它2.93 小數不好算 那這個就簡單了 你看 好 你看這邊算出來 是2.5 除以10 就2.5 2.5 2.5 除以10 就2.5 那除以10 這邊是整個加起來2.5 除以10 0.25 再開根號就是0.5 開根號就是0.5 那0.25開根號0.5怎麼算 0.5的平方 要0.25 這個就是 某一數的平方等於這個 因為我們叫開根號 開根號就是這個數的平方 要等於這一個 好 譬如說 9開根號就是3 9開根號就是3 為什麼是3 那3的平方是等於9 類似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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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根號 開根號的寒1 因為有時候同學數學不是N 那再舉個例子來講 25 25開根號是5 因為5的平方是等於25 好 那如果有些是不能整除 比如說剛剛講的8.6就不能整除 你看9是3 你看8.6是2.93 差一點點 差0.4這邊2.93 差3的差一點點 好 變因素跟標準差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大方 好 好 有些來講